时隔一年,明星大侦探第四季,在粉丝的期盼中山沙来迟。 但谁都不会想到,这一次,机器舆论水花的,居然不再是高能案情和精致制作,而是老粉针对嘉宾阵容变化的愤怒。 明星大侦探,是芒果TV成立后退出的第一档大型自制节目。 2016年,从无冠名,无宣传的第一期节目开始,从未学习的何旧,撒飞宁,以及鬼鬼无影节,白静庭,和王欧,三位最常主演的嘉宾,陪伴着当小透明节目走到头部网综。 和撒白鬼欧五人,也成为了节目老粉心中的原班人马和团魂。 然而到了第四季,以原班成员鬼鬼无影节为首,观众想念的那些老嘉宾好像来得少了。 相反,男团偶像Justin,表现不佳的谭松月却屡屡出演,引发了节目老粉的不满乃至乐队。 从原班人马,宣传团婚,到如今对此闭口不谈,在老粉丝心中,这是一出功成名就后,抛弃遭抗之期的戏码。 而对于明清大侦探团队来说,嘉宾阵容变化的背后既是无奈,又是商业演化的必然。 从第四季豆瓣开分9.5分,到如今跌至四季以来最低的8.8分。 嘉宾阵容的变化,并不是这道综恩戴口碑下滑的唯一原因,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成了老粉最激烈情绪的出口。 对于节目组来说,尤其是曾被老粉捧上雄开的综艺而言,如何安抚老粉的情绪,如何处理新老粉丝等。 对立,如何将新商业和旧风格融于一路,必然成为流量明星这一显学之后,娱乐行业的怪现象和新常态。 老嘉宾出镜变少,节目老粉的一男平美一样事物最初的爱好者都拥有一种稳能的拍摄情绪粉丝称之为情怀,路人称之为优越感。 对明星大侦探的老粉来说,这种情绪的外话表现,就是对原单嘉宾的呼唤。 毕竟,作为开播时连广名都没有的无名之辈,明星大侦探,与最初的那批嘉宾,可以说是实于为实。 明星大侦探,每期有任为身份排个异的玩家,通过搜证和审问找出真凶。 节目的核心,是犯罪推理和角色扮演。 在长期录制中,老玩家们不仅提高了推理和搜证能力,也形成了深厚的感情与默契。 明星大侦探还开创了ZP万多的先锋,节目中任意两个老玩家都有和谐有趣的C、P感。 第四季的遗憾,并不只是和洒白鬼欧无人未能同化。 除了和洒两人,被公认属于团团表格中期物的五人,出场数量与第一季相比都在减少。 老玩家王嘉尔,姚蓉,在第四季中甚至并未出演。 后面的数字进入,不属于独立案件的仙道片、新春特辑等,对老玩家想念的另一面,是节目老本对新嘉宾的警惕。 开播前,新嘉宾,男团0%成员Justin就曾受到老粉质疑。 后来风传员班成员鬼鬼屋,姚蓓将被新嘉宾谭宗运取代,变成飞行嘉宾,引起部分老粉恐慌。 雪上加霜的是,开播后谭宗运表现不佳,还在微博超话表示,不喜欢的可以不看,说不定没有最善只有更善,更炼然了节目老粉的愤怒。 在谭宗运事件的推播助澜下,传闻要被取代的原班成员鬼鬼无影节,成为了风波中心人物。 群情最为激愤时,导演曾在采访中保证鬼鬼,确定会录制过半节目,也就是六期以上。 然而目前来看,这一季只有四期节目有鬼鬼参加。 于是当初的承诺,似乎成了一个用而安抚老粉的谎言。 节目老粉的排外情绪,意外的转化为粉丝与节目组之间的对立。 渴望老嘉宾也期待新嘉宾的节目组,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导演组是万能的,导演组能够决定everything。 明星大侦探第四季总导演和书,有些无奈的像娱乐资本论局正好和囤影师档案说道。 尽管从最终出演情况来看,鬼鬼的出演级数降低,王嘉尔,杨蓉等老玩家,甚至没有出演第四季。 但和书告诉和囤影师档案,节目组并未容易减少老玩家的出镜,相反,他们和节目观众,同样任何老玩家的重要作用。 导演组从来都没有说,希望谁不来,或者希望谁少来几期,谁多来几期,我们都是希望只要你有当机都来,尤其是老嘉宾。 事实上,节目组敲定嘉宾的一般原则是,在录制前,有先把所有的录制时间发给老嘉宾,让他们反馈自己合适的时间,确定后,然后再用提前处备好的新嘉宾去搭配。 录制第四季期间,老玩家王嘉尔一间空荡都没有,因此只能遗憾错过。 而本来能够录制六期以上的鬼鬼,由于后面当期发生变化,加上录制节目演征的互动威剧,消耗了一部分当期,也比预计中减少了录制次数。 十二季老玩家都要拍不开了,被行家毕竟谨慎选择。 第四季开播前,一位老粉丝在IT明星大侦探官微的评论区说道,然而,老玩家的数量真的多到拍不开吗? 如果将参加过两期及两期以上的艺人都称为老玩家,那么在第四季以前,除和只有洒贝名外的老玩家,共有十二位。 简单计算一下,每期除了和洒二人还需要四个玩家,也就是十二期四人期,再除以十二位老玩家可知,每位老玩家需要来四次,才能填满一季的空缺。 即便回鬼无应杰,王欧,白静庭,几位半不定嘉宾七七都来,其他老玩家也要保证每人来一次以上。 在考虑到想鬼鬼,王家尔这类当机问题,想要只用这十二位老玩家,填满十二集节目,并无现实。 正如和叔叔说,老玩家之间他的气场是很舒服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老玩家,带很少的新玩家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氛围。 在老玩家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培育更多的老嘉宾就是在必行了。 相比第一季,第二季时还有大量只参加一期的嘉宾,从第三季开始,节目组会更倾向于和新嘉宾一次性签约两期,甚至更多期数的录制。 后面的数字进入,不属于独立案件的先导片、新春特辑等何时发现,只给参演一人一次机会,并不能真正看出,他的表现是好是坏,新玩家需要更多的与节目规则,让玩家进行磨合。 不过,节目组的这种尝试,却导致了第四季最大的口袋危机。 在前三季中,新嘉宾一般会有一期节目试水。 魏大勋、杨蓉等老玩家,都是在第一期表现及格的情况下,隔一段时间再上第二期。 而如第四季谭松韵这样的表现,会被观众认定不适合节目,也不会再出现在好续录制中。 但在第四季中,致应不良的谭松韵已连录制三期,还在微博抄话回对观众不喜欢的可以不看,说不定没有最善只有更差,就在消耗一人于节目口碑的同时。 将观众的负面情绪,引下了对节目作与新嘉宾一次性签约多期的新剧措上。 在何书看来,新嘉宾磨合期造成的口碑成本,是明星大侦探,一直以来都在付出的。 现在的老玩家在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也曾收到负面评价。 或许是因为第四季的影响力进一步升级,这些声音才显得格外突出。 只有多难你才能够进步,只有多难你才能成为老嘉宾,才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另一方面,老粉的容忍度,越紧降低,给予新嘉宾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有磨合空间, 这也成为一种新式囚图困境。 再看下吐槽大会,近期李旦的消失,一度引发老粉不满。 早期马景涛,李小璐等风格不适的嘉宾的出现,也让硬和美式脱口秀本接受无能。 奔跑把兄弟中越来越长的通告宣传效应,老胳膊老腿的大咖, 时不时替代七人跑男团某些成员的情况,也让不少劳分吐槽。 但另一方面,新嘉宾毫无疑问给小众综艺明珍带来的不仅仅是停车, 和团影视档案发现,整个第四季中,地基量最高的, 恰恰就是新嘉宾不少的Justin,邓伦所在的第三季。 不只是明珍,在创造101里的姜文, 当年姜文罢聊的行为被称为想把数字推销给和尚, 具体看链接,中国游戏哈里的冯小刚这样明显来宣传电影的动作出现时, 相信节目组考量的也不是节目效果, 而是与行业大牌的业内关系,以及综艺效果的快捷赋能。 从这里看,新嘉宾本身的流量效应,大咖的品牌效应, 这些才是一般化名费越来越高的商业综艺所集缺的资源, 即使变成了通告节目也在所不惜。 看起来,新嘉宾事件造成的口碑流失, 似乎是明星大侦探,在嘉宾储备过程中的必然遭遇, 也是明珍新嘉宾化的必然。 嘉宾问题背后,总能带的粉丝困境, 与创新拼颖部分。 老嘉宾的出镜减少,新嘉宾的签约期数变多, 这种趋势其实从明星大侦探第三季就开始了。 但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如今这样汹涌的抵触情绪。 事实上,老粉对第四季新嘉宾的不满, 不止来自嘉宾自身的表现, 也存在被这一季剧本和剪辑拖累的因素。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剧本和剪辑决定这一案好不好看, 嘉宾决定这一案的好看程度。 NZNB男团是明星大侦探最经典的故事IP, 每一季都会有一案以此为故事背景。 第四季选择做NZNB出道前的前传, 却把凶手设定为后来出道成功的角色, 因此,被观众质疑是剧本Berg,三观不正。 不过,这种指责可能是误解的。 作为一个贯穿四季的故事IP, 狗尾虚雕的风险本就非常大。 因此节目组选择了回到魏红石的时间点, 将2018年流行的练习生出道话题融入其中, 试图做出更有现实意义的探讨。 如果还要排出在前三届故事中, 出道成功的几个角色来设置凶手, 就只能变成了二选一, 推理的乐趣又失去了。 受到节目老粉后病的剧本花样多, 持续推理初心, 背后也是节目足力求创新的探索。 已经做了三季, 所以第四季的每个角色都要和之前的不一样。 和书与和吞影师档案算了一笔账, 每个故事有六个角色, 每一季有十二个故事前三季已经有了上百个人物。 世界上的故事模型, 包括人设其实都是有限的。 在人设和故事不够用的情况下, 只能做一些特殊的设计, 来增加推理的难度和乐趣。 比如双凶手配合作案, 我以为自己是凶手最后发现不是, 或者嫌疑人失忆, 不确定自己身份等等。 这些事迹不一定都能被观众来呆, 但和书表示, 新的东西就意味着一种冒险, 观众可能接受, 也可能不接受。 但是在观众不接受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看到他们不喜欢什么, 我们以后才少走这样的雷区。 这可能是宗恩戴的宿命, 安全区无法给予旧观众新鲜感, 创新又面临着创作本身的天花板和口碑流失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 明珍有一种典型的必种自珍心理, 因为老粉认知明珍一的时候, 仍是非典型松屁的状态, 自然有一种慧眼十足的心态, 在家居骑士少脑推理类, 老粉更有一种骄傲感。 同样是代表着青年文化的头部网综, 奇葩说第五季, 吐槽大会第三季都面临类似的阔境。 奇葩说, 更是频繁陷入新老粉丝和新老选手思维多较竞正的运行陷阱之中。 但索性, 节目老粉意想中的初心变了, 总是一个尾命期, 站在商业角度, 制作团队比任何人都更想让节目活下去。 因此, 挖掘明星大侦探的IP价值, 也被提上了日程。 第四季开播时, 节目就 推出了互动微剧片场迷案, 是推理游戏的节目模式, 与自己形式相结合的试水之举。 2019年, 明星大侦探, 将正式推出迷你剧, 每集4-6集, 每集40分钟。 这支团队还正在制作秘试逃脱类型的新节目, 明星大逃脱, 继续挖掘IP价值。 正如奇葩大会之余奇葩说, 脱口秀大会之余吐槽大会, 明星大侦探, 走上了一条中文代生存的必经之路。 夜生节目既是创新的产品形态, 也是创作进入皮胎式的粉丝引流。 但毫无疑问, 面对老粉动哲德教的预期管理, 还有拓杂新进嘉宾的商业诉求之间的平衡, 会成为接下来。